真正的大搬家嗎 在花蓮玉里鎮的開機福德廟 舉辦了百人千神的活動 就讓信徒一起參與 把整座廟呢 拉到新的地點 總共是有三百多位的民眾 一起來幫土地公搬家 主要是因為呢 碰上了臺九線 擴寬的工程 土地公廟必須要拆遷 但又不想要破壞 這個百年的歷史古廟 才會用這種原址移動的方式 把廟移到適當的地點 嘿 嘿 嘿 信眾們齊心將千神往後拉 一早民眾們各個都摩拳擦掌 聚集在花蓮玉嶺開機福德廟前 要一同來幫土地公廟搬家 接下來一聲一下 來 小心 場景就像是在舉辦拔河比賽 民眾排好隊伍 聽到指示後使勁的往後拉 就是要一起來見證 這場千載難逢的大搬家 拿成的活動是為了 大家做歷史的見證 才來做辦這個活動 當天 因為參與的人數大概有300多公分 而這場大搬家是因為台九縣 花東公路要拓寬 整座廟要喬遷到距離遠 只450公分的地方 拿到搬家 在搬家祈福儀式過後 就由專業的搬家公司 用現代化的器具 一寸一寸的把土地公廟 搬到預定的基地 先是將整座廟的根基挖起 在下方點可以滑動的圓木頭 再一寸一寸的脫離限制 種種的工法就是要確保 在不毀損外觀及結構下 將圓廟移至適當的地點 讓這座百年歷史的開基福德廟 能繼續助力在花蓮玉底鎮 歡迎收看張英俊 張振潔廖 幾圈花蓮報導 不僅僅僅僅僅僅 Stephanie